国会冲突事件,调查和起诉的工作由美国联邦检察官主理 不过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拉伸警告 有权从首都特区的层面控告特朗普较轻的罪名 有机会判处最多6个月监禁 他说根据首都法例,任何人发表声明 明显鼓励他人用暴力就是犯法 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报道 特朗普将会在在任最后一天 特赦囚犯或者为囚犯减刑 白宫顾问说特朗普有私下和幕僚讨论 应不应该特赦自己 但顾问的意见认为如果特朗普特赦自己 反而会显得自己有错,不应该这样做 报道说特朗普上个月已经着手筹备特赦 在国会冲突之后一度各自 特朗普正听取顾问意见,已定最后名单 预料获特赦或者减刑的有大约100人 当中可能会包括特朗普的亲信 特朗普过去两个月已经先后特赦40多名囚犯 包括多个通俄案涉案人士 特朗普临别在征 纽约时报报道 有自称能够接近白宫的人收取有钱的囚犯巨款 声称可以为他们争取今届政府最后一次特赦机会 有先电视记者李健恩报道